大家好 晚安 今天从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话题了 好 现在美选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关头 倒数不到30天了 不过现在很多家的美国媒体现在都指出 2024年的美国总大选恐怕是史上最胶着的一次 好 因为从民调就可以看得出端倪 来看到这是一份最新的全美的选民的民调显示说 贺锦丽的支持率是有49% 那么川普的部分是46% 相差三个百分点而已 另外这是根据美国的一个选举网站叫做 538选举研究网站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的支持率是52% 川普是48% 相差四个百分点 好 真的是非常的警咬 那现在呢 其实很多家媒体都分析说 贺锦丽的选情恐怕是出现了一些危机 有可能影响到她最后关头打选战的一些模式 好 首先要来看到这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就分析说 贺锦丽的选情看起来虽然是领先的 但是这其中恐怕赢得非常的险啊 因为呢 她有七个摇摆州 只有领先四个州 而且这个领先的幅度都还不超过三个百分点 现在《华盛顿邮报》也说 这场选战是前所未有的胶着 另外呢 路透社下来就分析说 贺锦丽接下来的选战重点就是 可能是要打算重返她 一开始投入选战的形象 因为当时她就强打自己过去担任过检察官 这种对抗罪犯的形象 要对抗川普 而在宾州造势的时候 她也罕见播放了川普谈论 内部敌人的影片 也就是川普当时一直在批评移民的影片 她要打的是川普阵营 还有川普个人的言论 已经对美国构成非常大的危险 好 另外来看到在打选战的部分 也可以确定的是 贺锦丽的确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先前就突破了同温层 因为她接受这个比较亲共和党的 福斯新闻 保守派的福斯新闻的专访 这其中呢 当然跟主持人有一些激烈的 言辞上的辩论 言辞上的交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贺锦丽的确想要透过这个 保守的人士 他们比较会看的新闻媒体 希望可以吸引一些右翼的选民 而另外其实贺锦丽还有一项危机 就是现在民主党 过去都是这个铁票舱 民主党铁票舱 也就是在加州的矽谷 现在看起来 铁粉有一些松动的趋势了 科技界代表人物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在这一届的选战 他成了川普的铁粉 因为他捐款将近7500万美元 大约是24.3亿元台币给川普 那也说要挺川普到底 好 另外呢 这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先前有一场是矽谷精英 帮川普举办的募款餐会 据传这场餐会的门票 是从5万美元起跳 那最后呢 如果你还想跟川普合影的话 还要再加钱 而这个参会 后来的参加人数是超过预期 并且成功募得到1200万美元的 这个选举资金要给川普的 好 那另外呢 当然现在说到这个中东局势 也是对于民主党的选情 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由于这个拜登政府呢 挺以色列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 而现在根据国外的媒体 做一个新的报道 以色列恐怕会在美选前夕 要选择报复伊朗 要报复的是伊朗先前 对于以色列的攻击 飞弹的袭击 但是有可能在大选前夕 做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又会让很多的选民 觉得民主党在处理中东议题 是不太恰当的 有可能会冲击到 赫锦丽之后的选情 好 持续要来看的是 现在美选白热化 那么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在台湾时间18号 再度为川普来站台 马斯克在大选的 关键摇摆州 冰州就强调 西方的文明命运 取决于川普 是否能够重返拜共 根据向最新的统计 马斯克他不但是以行动支持川普 为川普在关键摇摆州来助奖 更是捐款川普高达7500万美元 大约是24.3亿元台币的选举金额 可以让川普阵营来使用 那么川普他后来接受福斯新闻专访的时候 就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的话 就会帮马斯克特别成立一个 新的政府部长的职称 这个名称有可能是成本削减部长 可以让马斯克加入川普的内阁 好 当然在这一届选战当中 有两个外交议题是受到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中东局势 那另外就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了 这是美国财长叶伦17号 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说 他虽然说没有点名川普 但是他有提到川普主政时期 是主张大幅提高关税 并且他也拿这个中美贸易来当做例子 他提到无差别的加征关税 恐怕会增加市场的痛膨 叶伦就警告要是向川普主张说 当选之后会对几乎所有的进口产品 要加征10%到20%的关税 这种拥有课征关税 逐高墙单打独斗士的做法 会严重误导 那美国全面课征关税 美国的企业跟家庭 其实自己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叶伦现在借此批评 川普也是趁机要帮拜登政府来辩护 关于拜登先前的一些经贸措施 好 那来看到的是在美选前夕 只有这么样一个美国的禁令要上路了 大陆的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公司 遭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限制进口 现在美国的理由是说 大疆违反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但是现在大疆方面 在向美国的海关要提供文件 证明自己的清白 大疆新创公司现在就表示 在无人机制造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涉及到强迫劳动的 那现在表示说 美国的海关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 而且是完全错误 大疆也认为 美国是想要广泛实施国土安全措施 要借此审查产品的来源地 原产地 特别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你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V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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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